2012年台日双方爆发钓鱼台事件 台日舰艇在海上以水炮互相攻击 钓鱼台主权争议不断 日方多次宣称拥有主权 这次甚至擅自规划更名 日方主张钓鱼台以及周边岛屿 都是由冲绳县石原市所管辖 这回打算要将钓鱼台更名为登野城间隔 9号就要进行表决 引发外交部强烈反弹 重申钓鱼台列宇是台湾固有领土 无庸置疑 不会因为任何国家擅自改名 而有任何改变 也会及时采取必要作为 宜兰县长林姿庙也表达不满 态度强硬捍卫主权 重申钓鱼台是由宜兰投城管辖 也是宜兰县重要渔场 集合了当地议员要带队登岛挂门牌 捍卫国土 总统如果有时间也希望他来 县长也亲自邀请总统一同登岛 议员也不分蓝绿 纷纷响应 提案给县政府由县政府来参佐 来给内政部来更名 证明为投城钓鱼台 这我是保佑 我们的日本政府一定要尊重 这个力速 尊重我们台湾的民族 对于这个领土 是不是我们的 我相信这个很清楚 钓鱼台石油漁获丰富 颇具价值 如今因为日方擅自规划更名 让钓鱼台再度成为角力战场 三选黄贵郭颖一栏报导